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电影是《南山的部长们》 1961年5月16日,韩国军队发动军事政变 政变势力建立了第三共和国的同时 也设立了韩国的第一个情报机构 中央情报部凌驾于宪法之上 在朴正熙长达18年的强权政治中起到了核心作用 高居韩国二把手的中央情报部长们 被人们称为南山的部长们 韩国前中央情报部部长朴隆格 在美中医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告发韩国总统 痛斥他贪污腐败,大搞强权政治 自此事件传回韩国后,朴总统非常生气 他要求现任的韩国情报部部长金归平 快速地将这件事情解决 他还要将朴隆格手中的回忆录拿到手 于是金归平动身前往美国 他让朴隆格交出回忆录 并提出花重金来购买回忆录 但是朴隆格拒绝了他 金归平没有过多规劝 只是淡淡地说 我明天回去,你自己做决定吧 第二天,金归平约见了说客申女士 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 强势要求他说服朴隆格交出回忆录 最终朴隆格服软 将回忆录交给了金归平 随后,朴隆格告诉金归平 朴总统有一个秘密 原来朴总统不止有中央情报部一个情报部门 还有一个更加秘密的情报机构 这个机构专门负责朴总统的瑞士银行账户和海外洗钱 同时还监视中央情报部 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情报部是如何运转的 金归平十分失望 他本来以为自己已经是二把手 没想到自己根本没有得到朴总统的全部信任 回到韩国之后 金归平尝试着向朴总统询问这个秘密情报部门 但是朴总统却装得十分惊愕 完全否认这个部门的存在 第二天,警卫市市长郭湘川在朴总统办公室内发现了窃听器 对着金归平一顿狠怼 认为中央情报部门非常失职 朴总统进到办公室之后也异常愤怒 认为美国这么做侵犯了韩国主权 是瞧不起大喊民国 居然在总统办公室装窃听器 在一旁的郭湘川附和道 这得上报联合国 之后金归平对驻喊美国大使罗伯特提出了强烈谴责 罗伯特否认这是美国干的 随后罗伯特强势地告诫金归平 如果朴总统执意要将此事上报给联合国 美国政府就会把朴总统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公之于众 这样金归平感到束手无策 在回情报部的路上 金归平在街上竟然看到了坦克在路上巡逻 原来郭湘川再次假借保卫总统为由 在青瓦台大街上用坦克游行 金归平直接到郭湘川的办公室 大声呵斥他 人有人格国有国格 这里是青瓦台 警告郭湘川不要像猴子一样上跳下跳 郭湘川丝毫不认怼 讽刺情报部只是生长在暗处的台险 两人越说越激动 不禁大打出手 两人正式闹掰 随后野党派的领袖金勇三 在纽约市报采访时要求美国施加压力 让朴总统下台 郭湘川借机提出 必须将金勇三总裁除名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原本已经被金归平处理掉的回忆录 却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了一本杂志上 朴总统非常生气 两人因此出现间隙 画面一转来到美国华盛顿 申女士找到了朴龙格谈话 朴龙格也异常愤怒 因为这根本不是他干的 他将回忆录交给金部长 就是为了保命 愤怒的同时 朴龙格也迫切地想要回到韩国 只要朴总统下台 金部长上台 他朴龙格就有机会回到韩国 于是朴龙格决定运作 让金归平当选下一届总统 画面转到了几年前 朴总统提出三选改宪 国会金议员非常反对朴总统的政策 朴龙格向朴总统询问应该如何处理 朴总统却对他说 你身边有我 按照你想的去做 金议员屈服在朴龙格的淫威之下 最终赞同了三选改宪政策 事后朴总统过和拆桥 他谴责朴龙格暴力执法行为 甚至指责朴龙格贪污 借散将朴龙格辞退 与此同时 上次来到金瓦台 清查窃听器的人查到了身份 一位大学教授 之前还窃听过朴龙格 在情报部 教授坦白 一位叫刘董云的情报人员 委托他窃听朴龙格 通过调查得知 此人正在法国巴黎 曾经是郭湘川的副官 于是金部长下令 让情报部的贤大友 去巴黎负责监视刘董云 这时朴龙格秘密接触 美国已经传到了朴总统耳边 这严重引起了朴总统的不满 10月2日 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韩 在一个工程交错的酒会上 申女士找到了金归平 告诉他 朴龙格将会大干一场 清瓦台是时候换主人了 金归平认为朴龙格疯了 晚上贤大友传来情报 尹大使正在按照郭市长的吩咐行事 尹大使近期邀请了朴龙格 和前任国务院总理黄仁哲 为此金部长下令 先大友严密监视 10月4日 朴龙格到达了法国巴黎 尹大使说 黄总理做中间人 朴总统愿意和朴龙格和解 而且透露金归平即将被炒 这边切瓦台 朴总统找到了金归平和他谈心 再次以当初对待 朴龙格的说辞 重新和金部长说了一遍 暗示他将朴龙格秘密处理掉 当晚 申女士也飞到了巴黎 事实上 金部长以答应和朴龙格合作为由 将申女士骗到巴黎 因为朴龙格非常信任申女士 在贤大勇的威逼之下 申女士答应合作 当申女士来到赌场之后 轻易地将朴龙格骗到车上 虽然朴龙格在车上逃走 但是还是被贤大勇找到 朴龙格死于异国他乡 尸体放到搅拌机里搅碎了 10月18日 野党派在釜山发动暴动 郭湘川建议朴总统对釜山宣布戒严令 金规平非常反对动武 但是军方赞同郭湘川的建议 最终朴总统选择武力镇压 这件事情也就成为了金规平 刺杀朴总统的导火索 随后 美国驻韩大使罗伯特约见了金规平 罗伯特对于朴龙格的死非常愤怒 认为韩国政权就像是黑帮那样绑架杀人 金规平对此表示否认 这样罗伯特非常生气 威胁金规平 你们如果再这样下去 驻韩美军只能撤走 两个人的谈话不欢而散 在车上的金规平心情十分不好 但是这个时候 他收到了手下的汇报 朴总统安排了大活动 但是只是单独叫了郭市长 金规平的内心非常不满 为了能够知道此次秘密内容 金规平冒险黑夜潜入了宫颈洞 偷偷地在隔壁房间里进行窃听 金规平窃听到 朴总统已经对他非常不满 同样的套路 朴总统对郭湘川说 你身边不是有我吗 按照你想的做 这下让金规平彻顶死心了 他一夜无眠 金规平一次又一次地听着朴总统说的话 10月24日 金规平坐着直升机在釜山的上空 看着受苦的釜山民众 在第二天的早会上 金规平劝解朴总统 让金勇三恢复原职 按照国会程序处理 朴总统一意孤行赞同郭市长的观点 处理暴动必须用武力镇压 用坦克碾死个一两百万 不算什么大事 完全视人命为草剑 10月26日 朴总统再次举办活动 邀请金规平参加 同时金规平让手下约见参谋总长 趁着间隙 金规平从密码箱中拿出手枪 随后给手下下达命令 名枪为信号 随时准备行动 九过三巡之后 金规平终于说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为什么豁出命去搞革命 一百万 两百万 用坦克碾死 这已经违背了他们当初革命的初衷 最终金规平以革命叛徒的名义 将朴总统击毙 当然同样是柜子手的郭湘川也死于他的枪下 原本金规平应该回到南山 但是由于总参谋长的劝说 他选择调转车头去了陆军总部 这一调头让金规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天晚上金规平就被军方当场逮捕 在陆军高等审判中被宣判死刑 处以绞刑 在朴总统被暗杀的47天之后 新军部势力发动了军事政变 掌握了政权 拉开了另外一个军事统治时代的序幕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